給個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可以後改沒關係 所以有這個地方的話 先給一個比如說Marco2好了 按確定 再來的話 游標點到國文 再按Shift鍵 點英文 再來游標把它放在什麼 放在 這個其中的一個 就是日常直筆這個I7的位置 游標放進去之後打勾 打勾的話它會幫你錄一段程式了 然後在游標移動到這邊 打勾它就錄進去了 這邊又打勾 不過剛好漏了一個動作 就是它再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後加的話 其實程式應該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你到時候那個順序 你可以把它調動一下 把那個錄下來程式 再移動一下它的順序 然後向下填滿 最後記得取消選取 取消的話是點統計 OK 然後再點一下國文 再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 C 然後統計的地方的話 記得就是選擇性貼上 連結 貼上連結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出現國文 P7 這個就是它儲存的位置 數學也是一樣 選擇這個範圍 Ctrl C 然後統計 貼上 選擇性貼上 也是貼上連結 再來就是英文 選取 然後Ctrl C 這邊的話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連結 然後總分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加總 Sigma 這邊比較快 打勾 向下填滿 名次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Rank 插入裡面的 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有個Rank RNKEQ 然後把最後的那個 就是它的名次給算出來 算完之後的話呢 那記得喔 用Rank好了 OK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它的成績 在這個範圍裡面 記得把這個縮起來 F4 按確定 好 名次的話就算完了 最後記得喔 再點旁邊一下 取消旋律 因為現在有取消旋律 點旁邊一下 或按Escape鍵也可以啦 點一下 OK 取消了 取消完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時候記得 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把那個聚集停止錄製喔 因為你如果忘了停止錄製的話 你等一下做任何動作 那它又繼續幫你錄進去了 所以錄掉很多不一樣的 不要的東西 但是錄完之後喔 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喔 還是要回去 看一下 來 編輯一下 那怎麼樣去看你錄了什麼東西喔 回到開發人員裡面 你剛剛會 你錄的那個聚集喔 它會列在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你只要找到那個 你剛剛錄的那個名稱 這邊有個Marco2好了 你把它按編輯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 錄製好這個聚集 特別注意喔 它錄製的 這個流程喔 特別就是說 它會自動幫你再加一個模組 所以喔有些同學呢 會找不到你到底錄到哪邊去喔 它會自動幫你在Module 如果你有Module 1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再加一個Module 2 也就是跟你原來的VBA 是不會混在一起的 是獨立另外一個模組 不過這個也有個缺點喔 好像我記得它 如果你在錄製喔 它有可能再產生Module 3 Module 4 Module 到底錄 錄了哪一些 並且加上註解喔 那這些註解喔 在我雲端上面 好像我有做了一些註解啦 其實錄完之後的話喔 各位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一下那個函數練習裡面 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裡面的話 有那個程式嘛 那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修改好的範例吧 所以 如果各位喔 要參考的話可以 從雲端上面稍微看一下 那也就是說每一行喔 我建議就是你去閱讀一下 到底它 這個動作點下去